我沒有要選舉的時候 我當然說實話 阿你帶九成要怎麼還啊什麼什麼什麼的 啊我等我要選舉要騙票的時候就 阿零頭期讓你們每個都買得起房 然後智障就會投給他 結論就是彎彎就是好騙啊 主播看這個 這是啥啊 胡勇宜日前拋出今年購物政策 喊出由政府向銀行擔保 讓首購足免投期款全額貸款買房 但是懸幕當天 副手趙紹康卻臨時通知不出席 現在被網友發現 原來過去他曾經這樣罵過 當然是我只要準備一成嘛 假如這個房子是五百萬 我準備五十萬 好比較容易 但是接下來的四百五十萬 這個要付本金要付利息的 先付利息 接著兩三以後就要付本金 對一個年輕人來講 你現在只是給他一個甜頭 說哇 你知道一成就可以了 接下來就滿痛苦的 有人看了諾斃趙紹康 簡直雙雕塞 有沒有許過用自備一成頭期款 是殘害青年 趙紹康零頭期款 就是照顧年輕人的八卦 泡紅趙紹康根本是打臉自己 趙紹康跨越時空刺打臉 恐怕也讓選民難不解 這就是那個啊 這就是亞洲洞粉最後希望的最愛啊 可憐啊 真的 好好講話的時候 結果沒有佛經音樂好不習慣 喔 喔 一直沒有啦 教你好多痛 哎 政治人物就是這樣嘛 你有什麼辦法 當年批評政策的時候 是個中立的 可能比較中立的人嘛 啊現在不一樣啊 現在是選舉人啊 選舉人就是要開這種空投支票啊 可悲啊 最可悲的就是什麼你知道嗎 最可悲的是 你要想為什麼他會這樣子 就為什麼 他還是一個正常人的時候 會說什麼 啊一層自備款九層貸是什麼 呃是什麼什麼 然後等他要選舉的時候 他說我可以零投期啊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就是你們這些 選民蠢啊好騙啊 我沒有要選舉的時候 我當然說實話 啊你帶 呃九層要怎麼還啊什麼什麼什麼的 啊我等我要選舉要騙票的時候就 啊呃零投期讓你們每個都買得起房 然後智商就會投給他啊 就這麼簡單啊 就是彎彎都是白癡好騙啊 你們看那麼多選舉新聞 你們都沒有發現一件事嗎 結論就是彎彎就是好騙啊 啊每個一到選舉就開空投支票啊 你們不覺得嗎 現在這幾年的選舉啊 以前最多騙什麼對不對 以前像那個 阿扁時代對不對 阿扁最多騙什麼 什麼台灣一定要討論嘛 就是在那個 政治上面詐騙你嘛 就說啊我選上以後 台灣一定會怎麼樣 啊一定會獨立什麼的 至少他經濟政策面還不敢騙啊 現在就是什麼都騙啊 反正先上了再說啊對不對 台灣絕對不會有缺電危機 電價在我任內絕對不會上漲啊 勞工是我們心中最軟的一塊 哈哈哈哈 萊克多巴阿是出的健康食品 現在就是什麼專門騙啊 對不起蔡君皮 怎麼我還想投555 這樣五年以後就有很多法拍屋了 不是嘛我就跟你講 假設政治人物是有誠信的 我們先假設政治人物是有誠信的 是我我也投給555啊對不對 我就跟你講他那個政策 就不可能執行嘛 不是我跟你講他今天提出這個政策 誰要跟進嘛 誰要跟進我就問你嘛 你今天是一個民營銀行 你今天是玉山 你今天是中國信託 我問你你要跟進嗎 然後侯友宜就連貸款是什麼都不懂嘛 我真的不知道他怎麼 他當初那個什麼文化大學的那個房子 是什麼搞的耶 他到底懂不懂貸款啊 貸款最簡單的一個東西 就是一個風險評估的問題 第一個 第一個 貸款層面為什麼要準備自備款 自備款有兩個 兩個面項 一個是你拿出自備款的 那個自備款的金額有點類擔保品的感覺 第二個是你拿得出自備款 你才能證明你是你有財力嘛 你有基本的財力 可能啦我說可能 有基本的財力 還款能力這種東西 自備款的意義是在這裡 第二個是 貸款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所謂風險 就是擔保品的問題 你這棟房子假設2000萬 啊你自備款兩成400萬 首先是 你已經幫這棟房子先拿了400萬出來 那我銀行我只需要帶你1600萬 等於是 在我發貸款的那一個瞬間 這棟房子值2000萬 然後呢 我只借了你1600萬 我記得啦 我記得我之前看那個 我不確定這是不對的喔 我記得當初 我看到一個 中國的那種老師吧 就是中國的一些那種什麼 財商老師介紹 我不確定這是不對的喔 我先說我不確定這是不對的 這不是我說的 是我看到一個財商老師說的 他說 在銀行裡面 你的那個 借貸的那棟房子 是銀行的資產 你知道嗎 就等於是說 今天這棟房子是銀行的資產 他只2000萬 但我只借了你1600萬 我這棟房子就可以列入是 暫定列入在我的資產裡面 你知道嗎 所以他等於是他拿1600 就買了你這棟房子的感覺 反正你不還也沒差 這棟房子就我的嘛 那我也是等於賺了400萬的感覺 所以在銀行的角度啦 我不確定這是不對的 我不確定這是不對的 我先說我不確定這是不對的 但正在銀行的角度就是 第一個是 他是要承受那個風險 就是這棟房子萬一出了什麼問題 他是會有可能 這筆帳有可能變成爛帳 或呆帳這種 就是比較收不回來的 所以他是需要一個單保品的 那你今天 你零投機款買房 第一個是 這棟房子究竟值不值1500萬 你可以帶1500啊 那我可以隨便說啊 我出去外面 我跟我親戚買一間1500啊 那一間房子可能只值他媽的 當然 但政府應該不可能這樣子搞 我說假設嘛 一個情況是 那間房子只值500 啊我跟我親戚買1500啊 然後我親戚拿到1500 然後這棟房子只值500萬 那到時候幹什麼 啊我還不出來啊 擺爛啊對不對 啊媽的 你收回去然後賣 傻拍 只能拍他賣兩三百 幹你能賣銀行虧死喔 那就不可能幹這種事嘛 啊當然 銀行他們有自己的評估方式啊 你這樣搞他可能不會帶給你就是了 但這種制度 這種制度就不會是銀行 想要借貸的方式啊 誰想參與啊 而且那個風險太高啦 因為你等於是全額貸啊 你全額貸有一個問題是 當這個人還不出來的時候 他進入法拍市場 假設啦這間房子 1500萬 他過了5年喔 首先是他過了5年嘛 因為他不是555嘛 他可能過了5年之後 1500已經剩 可能8折 對不對1200 然後呢再透過法拍 法拍再打個7折好了 假設嘛 1200再打個7折 剩840萬 不是嘛你1500剩840 那他媽的銀行怎麼可能接受這種風險啊 白痴喔 而且還有一個重點是 這些人都是魯蛇 你今天如果說 這個方案是專門給韓國瑜這種人 像韓國瑜當初對不對 不是在南港砸案館炒房 這種有權有勢 身上帶有資產的人 你說我這樣帶給你 我不怕拿不回來啊 對不對 你也不可能因為這間房子怎麼樣了 你就啊我申請破產啊 我錢還不出來啊對不對 以後就擺爛啊 就不可能啊 就比較 風險就比較低嘛 啊你今天要帶的這個555 什麼青年 什麼我不知道他那個主題是什麼 幹都是帶給一些魯蛇耶 動不動就是好啊沒差還不出來啊就擺爛啊 靠腰你今天要帶的等不必都是這種垃圾 單薄品還特別薄 哪個白痴銀行會參加啦 又不是智障 苦迷所苦睡到中午 不是啊你睡到中午又怎麼樣 你又不是說啊我睡到中午 然後他媽進那個市長辦公室 然後他媽下午3點就離開 啊我比較喜歡睡 我睡到中午不行喔 啊我他媽我從中午做到他媽半夜12點 公室也有12個小時啊 叫什麼 你們就是這樣喜歡臭人 什麼苦命苦苦睡喔 所以他媽現在就是他媽的換賣賣 好你死 嘿 都一對宮廟咖 欸我記得他好像說什麼 5年還是什麼 10年喔 10年不能賣 我跟你講他那個一定是唬爛的啦 到時候上任的時候一定又說什麼 啊沒辦法啦 執行面還有一些困難什麼的 然後就他媽的裝死 不是啦我跟你講啦 雖然我沒有去查啦 但是你說侯友宜那個方案 我不相信沒有人去問啦 一定有一些什麼三立民視的 會跑去問一些 譬如說銀行業的啦 金融業的啦 或財經專家什麼的 你去看他給出來的東西 一定都是不可能執行的啦 我來跟銀行擔保你的頭期款 是1500萬 所以最高就可以 銜額連貸款 房價這麼高 居然不去阻止 反而用利息補貼的方式來 讓人民買到這個房子 這完全就是一個 吃米不吃米價嗎 還是說是一個 核不吃肉糜的一個行為 專家簡直氣炸了 通幣這樣的政策 不只有可能產生人頭戶炒房現象 更會因為過度擴張信用槓桿 導致斷頭危機 可憐啦 他裡面還有排富條款 年收高的人是不能555的 對啊 所以就是555就是專門帶給一些 他媽超級魯蛇的啦 幹 你他媽的 高風險低報酬 哪個銀行會參加啦 白痴喔 你到最後你真的要執行這一個方案 就是最有可能就一種 就是中華民國政府出來擔保啊 不是啊你銀行 怎麼可能加入這種東西 風險又高 啊你全額帶 全額帶給那些低能 乳蛇廢物 靠腰 高機率他媽的收不回來的 因為不是白痴 啊你最後 除非你政府出來擔啊對不對 那我跟你講啊 政府出來擔就是 他媽到時候倒的時候 就是中華民國政府先倒啊 你自己覺得如果七成 不是啦 你們有去貸過款嗎 貸款是這樣子 你要申請貸款的時候 他會先去評估 你的職業 你的存款 你名下有沒有財產 有沒有動產不動產 有沒有什麼 股票什麼的 他會做個全面性的評估 然後如果你是一個廢物 你是個魯蛇 他就是直接 直接否決這次貸款 那如果你是一個 還有點能力的人 他可能就會說 那我們這個銀行這個案子 最多給你貸多少 可能最多給你貸七成 你要自備三成 然後如果你可能是什麼 台積電的主管 或者是什麼 你可能是什麼 公務員之類的 那個工作比較穩定 還款能力比較穩定的 他就有可能跟你說 那你可以貸八成 那如果你是韓國瑜呢 當然 他明面上不能這樣做嘛 但如果你是韓國瑜呢 他可能這個貸款就可以申請到 九成 九成五 這樣子 你懂嗎 他是看人的 侯友宜接的政策等於是說 我現在也是看人 但是呢 我找的是超級魯蛇 我找超級魯蛇就算了 我還要給超級魯蛇全額貸 那你覺得有可能嗎 你從個銀行的角度 我今天帶給一個魯蛇 不要說是超級魯蛇 我今天帶給一個魯蛇 我都要考慮要不要只給他帶七成 風險嘛 我帶一個成功能是八成 我帶給一個有錢有事 有土地有房子的權貴 我可以給他帶九成 九成五 你今天跟我說 我要給一個超級魯蛇 懸額貸 我又不是傻了 政策會過銀行不會過 到時候也是負三代在買 沒有啊 你到時候就是無法執行啊 反而會啊 到時候你選侯友宜 侯友宜上來 他第一個就跟你說嘛 那實際面無法執行嘛 沒有銀行要參與嘛 不然就是什麼你知道嗎 不然就是貸款合約中 後面加一行嘛 中華民國政府背書嘛 那到時候呢 就是怎樣你知道嗎 這些白癡還不出來 就是中華民國政府 政府扛啊 就是你我納稅人的錢來扛 不可能的啦 好了啦 也不用一直湊他啦 不是啦 猴猴 猴猴你看不出來就是個低能額 還是你看不出來 辯論完過兩三天 民調就不計算了 他們拖到最後辯論 影響力其實也不大啦 屁啦 選舉前幾天 那影響力才大好不好 然後你本來要投給猴友宜 然後他媽 選舉前三天 辯論發現媽猴友宜是個智障 靠杯 那個影響力才大好不好 那個是會直接翻不回來的那一種 因為你時間會淡化嘛 譬如說 媒體在炒新聞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高峰嘛 譬如說 啊猴友宜是低能 然後他會高峰 然後會過去 可能 之後會發生一件事就是 而賴清德也是低能 那 侯友宜是低能這件事就會被淡化 啊他選舉前兩三天 然後 大家一直在說侯友宜是低能 然後到選舉投票那一天 侯友宜的票就是最少了 主播覺得辯論後 真的會有人因此倒戈嗎 不是啦 啊辯論如果不會有人倒戈 那你去辯論幹嘛啦 那講一些白癡話幹嘛 何必呢 好我們假定你的理論嘛 辯論是沒有影響的 啊我上去就在那邊 請侯友宜先生 什麼的時候我就在那邊這樣 我就在那邊他媽滴口水啊好不好 啊反正辯論沒有影響啊 你賴清德柯文哲在那邊講話浪費時間 我後遇就在那邊滴口水就好啦 怎麼可能會沒有差嘛 所以我的觀眾都是死人是不是 看完就走 啊靠 我的是不是都機器人 也不按讚也不評論一種 拍個讚都不會 難道是因為PewDiePie帥帥哥嗎 點讚數7% 國外者都放到我點讚 那你今天這個速度要幫你評價 都機器人喔